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飞机一亮相 给大伙下不够像 为什么呢 飞机机身上呢 纹着那么两条龙 特漂亮 都喷起 喷起起来 然后飞机尾巴那儿呢 有一个大的繁体字 老公字 但是一看 这就是成龙四肢的 所以这个飞机呢 可以说近一线 所以这飞机多少钱呢 它是掏了三千万美金 大约等于咱们人民币啊 将近两个亿 那么实际上成龙不一定有私人飞机的可不少了 你看咱举几个例子吧 咱连带着把价钱也说说 你听着啊 成龙这个 咱刚才说了 人币将近两个亿 赵本山那个私人飞机呢 是加拿大庞贝蒂图私人飞机呢 叫挑战者850 这个飞机呢 也花了赵本山将近三千万美金 它这不算最贵的 有个女命星的叫刘涛 就在天龙八部里演阿渡那个 他买的叫烈鹰2100X 大约人民币是2亿30千万 还比赵本山那贵 周杰伦呢 买的是波音737 人民币1多1 说张子怡 张子怡那叫和3TB9 大概也就是人民币 能有1300多万 说冯小刚有台私人飞机 人民币也就1000万 说的这有的纳闷说这不对啊 因为这个赵本山那飞机 两个多亿 怎么到张子怡 冯小刚这也大腕 就1000多万了呢 你看他们同样是买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和私人飞机可大不一样 按照两个 四人飞机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价值上千万 甚至上亿美元的公共机 公共机空间大 容纳人数多 机舱内卧室 洗漱 休闲等设施完善 从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等方面比较 舒适性和实用性更强 另一类是飞行爱好者比较青睐的轻向运动型飞机 或直升机 一般只能容纳四个人或者两个人 他们的价格从几百万元到几十万元 成龙 这些人的私人飞机是什么呢 咱们管它叫公务机 它飞行是高空飞行 就跟咱们平常出门啊 坐的飞机飞行高度都差不多 跟普通的民航飞机基本是一样的 那么买这个飞机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咱们说一个 它确实方便快捷 那不光是为了面子 它怎么方便快捷呢 随时随地飞起 我不受什么其他这个航班价次影响 咱们有的说 一到这春节的时候买不到飞机票了 而这个时候呢 私人飞机不受这影响 而且你基本上确定要飞了 一天三个小时通知 多管机场 西里咔嚓空姐 一时飞行员到位 马上就可以飞 方便快捷 咱这不是咱空口说白话啊 有证据的 你看今年那个2012年 湖南卫视的春晚 请了好多大腕明星 可有些人没到聊 你像黄晓明李宇春 因为什么 春运期间紧张买不到飞机票 结果录制的时候就没参加 人赵本山就不耽误 自个儿有飞机啊 带着自个儿图的啊 一趟飞 飞到湖南长长 顺便完成一步 我叫刘邦 我叫刘邦 你名字挺大 你会姓啊 我姓姓呢 不能姓姓语吧 我叫姓雅 你看他确实方便快捷 第二个呢 这当然咱得说 私人飞机那是一般人能玩的吧 他也有面子 直接说明我的财富 我的实力 你看前两天这事大家都知道 广州恒大队 那不是那个铁帅李杖猪下课了 请了谁来呢 世界杯冠军的教练 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教练 一甲联赛冠冠教练全满贯 银湖李皮 担任了这个广州恒大队的主教练 他的团队加一块年薪一千万欧元 恒大的老板许家印怎么体现重视李皮呢 私人飞机豪华什么样 有的飞机来了之后 来之前有定制的这一回事 有的是要求定制里边东西不合格 没有按照我的要求 原先不是这样 好我把它改造 这里边怎么改呢 有的比方说里边有三排座 不要 给我改成一排座 或者给我改个小客厅 你像有的飞机上面 什么浴室健身房啊卧室都有 它里边得重新进行装修 有的飞机就三十多个座 改成十来个座 原来是这个一排一排的 改成转圈的 都搁上好的真皮沙发 但中国人呢 对着私人飞机装修要求各种各样 但大体呢 不是说要求一定多豪华 而是方便 我在上面有地方躺 我有浴室 这电视机屏幕大点 我看着舒服 最好还有个圆桌 干嘛呢 一家人在一块吃饭 吃完饭 哭上电子哗啦哗啦 挡上 所以中国这富豪 对这个私人飞机的要求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里边一定要多奢华 它主要是为了舒适和便捷 就是一架私人飞机 当天下午坠毁在美军基地里的 高尔夫球场上 机上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而且还在抢救当中 我私人小飞机12号从马赛起飞 不幸在西班牙坠毁 三人死亡 美国一架私人飞机 在周三的傍晚 在亚利桑那州坠毁 七少六人相信是声多几少 你等张子怡冯小刚他们那个呢 不光买的是自个做的 有的自个开 那个等于是飞行爱好者 他们玩的 一般来说飞行也就低红飞行 飞不了那么高 也大概就得是一千米以下吧 所以这是他们最大区别 这低红飞行呢 它跟高红飞行比呢 价钱差好多 说在你像这低红飞行 国内啊 国产的 有的飞机几十万就能买一个 就那种小型的 叫什么风牌 我还看过那个 几十万 四五十万就能买一架 几百万也能买一架 一千多万也有 这说白了就是玩 这自个驾驶着玩的私人飞机呢 应该说在国内也不少 但不少归不少 这个飞机跟公共机比可费了劲 为什么呢 开这私人飞机 你得满足三个条件 这硬性 第一个呢 这飞机得有证 你不能架一个残次品上天 那了得嘛 出事了 飞机得有证 准许它航空的这证件 第二个你个人证 就咱们说自个儿就跟那个开车的驾照似的 你得有这证 这证一般的是两年减一次 但是体检一年一次 反正考这个飞机驾驶证挺飞劲 国内有不少发烧 他要过来学习 他需要这么走一个这么一个流程 首先 他要到指定的专用的体检机构 进行这个体检 再一个呢 我们还要需要进行一个背景调查 我到现在学 就学了那个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然后那个加上理论了 然后现在上机飞 应该才是两个小时 用这一块我们是在18万人对吧 现在总共有14个人在报名学习 在14个人里面呢 有一些企业家 有一些公司的老总 还有一些想以这个直升机 这个通航 我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一些人员 这俩条件呢 还说不完不是怎么太难达到 但第三个条件太难达到 就说你这私人飞机啊 就我们刚才说这个1000米以下低空飞行人 你要飞之前呢 你得提前申请 像你所在这个飞行区域啊 他的空军叫航空管制部 向他申请 然后还得向呢 所在的中国民航相关的单位申请 那现在你要申请这个航线 就非常困难 把飞机放在仓库里 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飞的 如果你要是跨省飞行 那得分别这省申请完 像那省申请 也就是说你申请一次啊 要在八个月以内答复你 那就算快点了 所以好多人的飞这个特飞机 得提前一个月申请 所以有些甚至偷着飞 我也不经允许自个玩 但是咱们抓着发的厉害 这个最高能发你十万块钱 这比较狠的 十万元罚款 似乎不足以减弱中国新贵文 已飞冲天的兴趣 面对诸多繁琐的审批手续 玩飞一族 选择了要不飞 要不黑飞 所谓黑飞 就是未经审批 或者无执照的飞行 现在就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 可这些区域的话 跟其他任何人都不大卡的 一些私人飞机拥有者 缺乏空中管制常识 黑飞事件时有发生 2010年7月 杭州硝山国际机场 后继大厅的人群中 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牵上有UFO 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不禁而走 当晚的杭州硝山机场 发现的飞行物 都有民众人全看到了 杭州硝山国际机场的 一个不明飞行物 然而事后发现 这只是一次未经登记的黑飞 最终导致超过20架航班 滞留在杭州机场 空管部门回应 推迟或暂停所有民航航班的起飞和降落 是为了防止在空中发生碰撞事件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飞行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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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